每次有便宜两天都会 两天买东西 现在都会烧了 我知道 我的钱反正每次 发到公司都打给他 他一三个过来 把我都买到 我都买到 他闻到警察来了 就是他 今天晚上他说 他买个手机 6000块钱 他也没跟我说 他就买个手机 嗯 这个手机我用了三千的 我说这个手机脑子有问题 我刷11的时候 我就买了 他就说我没给他报备 我说我为什么 给你报备啊 他一旦都过来 帮我头脑子 我可以搭 我死了 我好准了 我都熟了 脑子弄梦了 他真是要睡了 我觉得我无聊 发现我平时很省了 家里什么大小 什么东西 我都会出息 就前一段时间 我跟他说过 他说他也没这么深 我买房子 就我一个人买 我自己 我这重新奔努了这么多年 他一本点都不闹出来 所以你家店都花了 有6万了 他都是我困钱的财产买的 说实话 我刚刚他们是 他这个工程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每个月的工程是给我了 我要承认 这个家庭来说 这叫家娃 大多的叫家娃 这种种种就大 这是不用系的 再给他炒家 今天是要炒 不怕